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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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们的教团里面 他们架派里面出家人的日常作息 要怎么做 那如果做不好的话 要怎么处罚 例如说要去脱波的时候走 要脱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走不走 物品的话要怎么处理 那试验或是这个生团 或是这个试验里面的比丘 不可以做什么 想要出家的人也要可以听听说 我讲的《十法经》 《十法经》里面 尤其我在《帕奥禅宁》里面讲的 是在马来西亚短期出家所讲的 我一谈到说 现代人的出家的生活 跟古代的生活的比较 要了解一些情况